我现在在东京电力公司的门前 东京电力公司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 现在我的身后有大量的日本民众正聚集在这里 抗议核染水排海计划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非常多的人 打着横幅在抗议福岛核染水排海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最终的情况 现在是一位日本民众抗议的日本民众在发表他的演讲 这位民众说福岛现在已经连纽约约约约约约会反对 抗议核染水排海 他说这是渔民所不怕承受的代价和后果 现在渔民和渔业协会要求政府理解他们所提出的诉求 这位民众说以后日本民众可能再也无法吃上安心的海产品了 尤其是鱼类 所以他认为绝对不能让核染水排入大海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民众都举着标语 在抗议核染水排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